国际能源总署今天在报告中说 由于清洁能源支出超过化石燃料 预估今年太阳能投资将首度超越石油 法新社报道 虽然这是值得欢迎的发展 但国际能源总署警告 化石燃料投资正在增加 而为了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化石燃料的投资应该迅速下降 国际能源总署执行董事比罗尔 在能源总署最新能源投资报告 发布的声明中说 清洁能源发展迅速 比许多人意识到的要快 他说这在投资趋势中很明显 清洁能源科技正在拉开与化石燃料的距离 根据能源总署的数据 今年清洁能源的投资预估 将比2021年增加24% 到2023年将会超过1兆7000亿美元 同一时期的化石燃料投资增幅为15% 仅在5年前 清洁能源和化石燃料的投资额是相等的 但在结合各种因素下 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高昂 和对供应的担忧 导致可再生能源的支出激增超前 比罗尔说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对太阳能的投资 它将首度超过石油产生的投资额 能源总署预估 今年对太阳能发电的投资将达到3800亿美元 而这笔投资主要用在太阳能光电板 而对石油勘探和开采的投资 应该会达到3700亿美元 能源智库的数据分析主管琼斯说 这使得太阳能成为真正的能源超级强权